東雲結石 一關蒼泰 水河淡淡 山道松枝 樹叢生 百草風貌 秋風瀟澀 紅波湧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青漢燦爛 若出其禮 興甚至哉 何以永至 成亮也 先帝創業未辦 而中道崩促 僅天下三分 一周疲閉 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千賢臣 远小人 賜仙 所以興隆也 親小人 願賢臣賜 賜厚漢 所以輕頹也 臣本不一 功耕難養 苟全性命與亂世 不求文大於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 未自往驅 三故臣於草庐之中 自臣以當世之事 有始感激 遂須先帝以驅持 後職親父 受任於敗軍之際 奉命於危難之間 二來二時有一年已 先帝知臣謹慎 故臨崩擊臣以大事也 授命以來 素夜憂慮 恐覆託不孝 以傷先帝之名 故五月杜盧 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 甲兵已足 當蔣帥三軍 北定中原 豎節奴頓 嚷出奸凶 興赴漢氏 還於舊度 此臣所以報先帝 而終陛下至職份 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心腹之孝 不孝則治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令 陛下 亦以自謀 以滋搜善道 查納雅言 深追先帝遺詔 臣不慎受恩感激 盡當遠離 臨表提起 不知所云 曹操幼子曹植 自子見 天生聰慧 落筆成文 曹操曾命他做同雀台傅 腹中之役 擔到他家何為天子 視取二橋也 此父 先生 能記訴否 我愛其文詞華美 曾莫記於心 能否當面宋讀 好 代我視讀其父 從明後 從明後 以西游西 登層台 以余情 淋張水 之長流西 望遠國之滋榮 離雙台 離雙台 於左右西 有玉龍與金鳳 蘭二橋 於東南西 樂昭西之雨共 復皇都之紅利西 看雲霞之浮動 休以美矣 同天地之歸亮西 其日月之輝光 永貴尊而無極西 等軍授於東黃 願思台之永故夕 樂忠古而未央 曹賊 欺我太甚 昔天子 此尚且以公主與匈奴和親 親何悉民間二女戶 先生有所不知 那八橋 乃是孫伯父將軍之妻 那小橋 那小橋 乃是都督之妻 亮石不知 師父 石口亂言 死罪 死罪 大夢誰先決 平生我自知 草堂 春睡族 窗外 日遲遲 有俗客來頭 劉皇叔已在堂外立好多時 何不早報 容我更衣相見 自董卓造孽以來 天下豪傑並起 曹操的勢力不及袁紹 而終能攻克袁紹者 既靠天使更得意仁謀也 對 今曹操擁有百萬之眾 邪天子一令諸侯 此城不可以致爭鋒 孫權具有江東一例三事 國賢而民富 此可用為圓而不可圖之 荊州北巨漢年 歷進南海 東聯武快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 此乃上天賜於將軍之地 難道將軍無異於此嗎 荊州的西部是義州 道路顯色臥夜千里 天府之土 高祖因之已成帝業 而今劉章暗若 雖民營國父而不知撫恤軍民 故而智能之勢私得明君 將軍既是帝氏之咒 信仪駐於四海 總攬英雄私嫌如可 若能跨有荊州義州之地 抱其嚴阻 西河祝戎 南府一躍 外界東吳內修正理 待天下有變 則命一上將將 將荊州之兵已向淵落 將軍身率義州之眾已出秦川 百姓豈能不單思乎將 以應將軍乎 乘如所言 則大業可成 漢事可興矣 將軍欲成霸業 北讓曹操佔佔天使 難讓孫權佔地利 將軍可佔仁和 此乃西川五十四州之圖 先取荊州為家 後取一州建立基業 已成頂足之勢 然後可圖中原 此乃量為將軍謀劃之大業 先取荷 公正佔地利 公正佔地利 為了 公正佔地利 公正佔地利